当人贪无止境的进食会给地球带来什么样的灾难呢 今天木卫就给大家讲一部讽刺动画短片《食人魔》 胖哥是个特别贪吃的人 这天他看着家里仅剩的一口蛋糕感觉完全不够吃啊 于是打车出门觅食 由于长时间只吃不动 他是异常的肥胖 好不容易来到饭店 这里是人满为患 但是闻着美食的香味 胖哥已经饥渴难难 于是他凭借肥胖身材的优势挤到餐桌边 点好餐等了会儿服务员端来了无数的美食 望着满桌的美味胖哥先是打算小口慢慢品尝 没多久他就开始大口吞咽 就差没把盘子吃下去了 而他的身材也是越来越胖 看着胖哥行动不便 服务员们直接把食物喂到胖哥嘴边 但是看到别人一点点品尝水果的样子 胖哥觉得还是不够 他居然把桌边的食客都吃了下去 这把店里的其他人吓得够呛 胡吃海喝的胖哥因为太胖 好不容易挤到店外衣服都爆开了 因为吃太多他肚子不太舒服 于是他走了起来 巨大的身体让地面的山川河流看起来十分渺小 终于胖哥受不了开始呕吐 一直吐昏了过去 等他醒来发现整个地球都已被他污染 此时他把眼光放到了浩瀚的宇宙 胖哥站了起来不停的跳动 希望能摆脱地球的束缚 最终他连同吐出的食物飘向了宇宙 也许会一直就这样在宇宙中迷失吧 其实我们人类和胖哥很像 因为无休止的欲望 人类不断地开采地球的资源 自身不健康发展的同时 也让地球受到了大面积污染破坏 慢慢变得让我们难以居住 现在人类把目光又放到了宇宙 但继续这样 人类能不迷失在宇宙中吗 木卫说电影 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卫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